第149章 好一出借刀杀人 一边准备书本 芸汐一边想着 他们要怎么宰赃她这次考试作弊 造谣经不起考验 那就只能宰赃 而宰赃她 那就需要赃物 猛得想到了什么 她低头在课桌里翻找着 仔细想着 自己最近有没有丢什么东西 最近 她并没有丢什么东西 可他们既然要栽赃 那就必然会用到 她的私人物品 会是什么呢 有什么东西在脑海里一闪而过 她突然想起 被梁心仪抢走的那只锁子 那只刻有 她名字的桌子 这下子 她算是明白过来怎么回事了 哼 看来 梁心仪是打算借李斯诺和杨鹿的手 来借刀杀人呢 碰巧今天是家长会 真是挑了个好时机对她下手啊 她爸不会来参加家长会 正好给了他们把事情闹大的机会 而她妈在这里头 扮演着什么角色 她很好奇 她来了 要是不狠狠踩她一脚 她就谢天谢地了 今天这出好戏 梁心仪在幕后主导 既然是好戏 怎么能让她一个人那么得意呢 第一节是班主任的语文课 估计消息捅到了班主任呢 一上课 班主任就朝她看了过来 芸汐面不改色地回看 坦然 自在 丝毫没有心虚躲闪 只是一眼 班主任便选择相信她 毕竟 能写出那样满堂喝彩作文的学生 字里行间的正气凛然 不像是会作弊的人 就算是提前知道了作文题目 那篇作文也写得非常出色 由她改卷 她也会给她满分 有没有真才实学 她教了那么多的学生 看人的眼力还是有的 语文课下课 班主任点名 让芸汐到她办公室 全班同学纷纷转头 看向芸汐 几乎全都等着 看她的狼狈 芸汐反而跟个没事的人似的 面色淡然地走出教室 已经入秋 芸汐换上了 墨绿色的长袖的罩衫 和米白色刺绣长裙 依旧是那副 复古端庄的打扮 便鲜的裙脚 从客桌上查过 纯白的颜色 宛若荷汤里绽放的莲花 出于泥而不染 梁星一见她被班主任叫走 满心掩饰不住的愉悦 靠在椅背上 整个人高兴得差点跳起来 只要把芸汐赶回乡下 那她以后就能拥有所有属于她的一切 包括芸家千金小姐的身份 反正 现在云家也没有在整个上流社会里公布她的身份 只是在拍卖会上露了个面而已 到时候 只要梁秀琴找个借口 说是当年的孩子弄错了 她梁星仪才是云家千金 一切自然水到渠成 没人会怀疑 想到自己将来的荣华富贵 梁星一就忍不住笑得愈发 志得意满 办公室外的大厅里 徐老师站在窗边 垂眸看了眼 眼前从容淡然的学生 全班学生不是穿的时髦 就是一身名牌 她倒是复古得很别致 也很有韵味 在她看来 她这副模样 才真正称得上 是京都世家千金 举手投足 都是名门家族 沉淀下来的修养和高贵 这样一个骄傲的人 她不信 她会为了特训班的名额去作弊 芸汐啊 学校有传言说 徐老师 早上我来的时候 听到他们在议论 他们说我开学小考的成绩 是作弊得来的 是吗 对 今天一早 有不少学生 报到我这里来 但我不相信 这是真的 有不少学生 就是 你 感谢观看